风飞恋三肚腹和爱的轰轰烈烈,为何王飞最终还是被张柏芝横道斗爱? 谢霆锋上热搜,是因为迎来了40岁的生日,王俊凯。 中国好声音,其他导师,好友纷纷送上了祝福。 张柏芝上热搜,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工作视频。 眼尖的网友发现,张柏芝的独自又微秃了,疑似怀孕。 他第三胎孩子的亲生父亲,至今依然是个谜,没想到又来了爹死胎。 2018年,港媒爬出张柏芝三胎儿子的出生证明,只得到孩子叫张里成的信息。 孩子父亲的信息依然空白,至今仍是香港娱乐圈的一宗悬案。 当时,张柏芝生完三胎之后,仍表示想要生个女儿。 看来他想要个女儿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啊,有意思的是。 如果张柏芝第三个儿子真叫张里成的话,没准孩子就是随自己姓的。 还是父亲这么巧也姓张呢?经历了眼罩门之后。 现在张柏芝变得谨慎多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都是锻炼出来的。 但是跟拍张柏芝多年的娱乐记者猪皮爆料,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 张柏芝三胎的生父就是谢霆锋,只是当时谢霆锋正在和王菲谈恋爱。 为了顾及王菲的颜面,所以没有公开三胎生父是自己。 不过,这只是猪皮的猜测,并没有实锤证据。 猪皮还表示,导致两人离婚的不是照片事件,就是当年燕照门出来之后。 张柏芝还跟陈关西开开心心地在飞机上合照,谢霆锋才怒而离婚的。 真正原因是夫妻俩聚少离多,谢霆锋平时忙于工作。 很少回家,反而经常是张柏芝自己带着两个孩子逛街。 弯耍,最终两人感情慢慢变淡,婚姻走向了尽头。 但是不管外界如何猜测,鞋和不合适角,只有川的人知道。 一直以来,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命运,经常是仅仅交织在一起的,之前一直想不明白。 丰飞恋分分合合那么多年,为何谢霆锋对张柏芝总是斗断丝连? 最后惹得王菲一气之下,嫁给了李亚鹏,谢霆锋心思。 采取了张柏芝。 其实,张柏芝和谢霆锋不但是同龄人。 两人的成长怀境和经历,都是惊人的相似,难怪会如此的惺惺相惜。 一,都贪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亲爹。 谢霆锋的父亲谢霆,是六十至八十年代红级一时的明星,人称四哥,更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风流运是至今仍是吃瓜群众口中津津乐道的谈资。 即使到了七零来岁的古西之年,依然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友。 可见她年轻,正直言直颠峰时,的风流到何种程度。 谢霆锋的母亲迪波拉,是一九七零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人称拉姑。 父母都是明星。 谢霆锋一出生,就引来了五零多位记者为官。 第二天就上了头桥,一周后,就上了封面杂志。 至今还是香港杂志封面年龄最小记录的保持者。 按理说,谢霆锋作为妥妥的新二代,非富即贵。 把一根毫毛都比普通家庭的腰围粗,可是时尚却非如此。 因为谢闲适度如命,钱都被亲爹花光了,还欠一屁股债。 在谢霆锋年纪很小的时候,要债的人上门催债。 催债的人哪有什么好脸色,谢霆锋常被恐吓,哭着说,爸爸不在。 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香港媒体称其为江湖猛人,因为年轻时喜欢留胡子,江湖绰号胡须勇。 年轻时,也是豪独得勇的主,为人讲义起,经常为朋友两肋插刀。 养救了一身的江湖气,在油麻地一带有一定的影响力。 传闻他补迹高超,可是依然逃不出使读九书的命运。 2013年1月16日,张仁勇因欠债问题,遭人在香港中还。 湾仔等挂起大型海豹追债,只他拖欠200万港币失踪。 债主更特别强调追白支付债,成名在外的女儿也被无辜卷入其中。 据说黑道还对张柏芝下了奸杀令,如果不还钱的话。 后果可想而知,最后还是向泰出面,才摆平聊此事。 那时候向泰对张柏芝事如己出,两人还没闹烦,妻如母女。 2. 都生在离异家庭 谢贤和迪波拉结婚之后,风流成性的他,身边的花边新闻总是如影随形。 最终导致两人在1995年离婚,那一年谢霆锋15岁。 谢霆锋一出生就成为了明星,常人不许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天天有那么多人围着自己转。 但是谢霆锋并不享受这种曝光在聚光灯下的生活,相反很厌恶。 在谢霆锋7岁那年,为了躲避狗仔队的骚扰,随父母移居加拿大,才过上了一个平凡点的生活。 谢家在过去的一三年,每年过年都会应杂志报刊社的邀请,拍全家福货年照刊登拜年。 小时候不懂事。 会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谢霆锋就会半笑脸配合。 可是在13岁这一年,谢霆锋发现这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拍照时没有笑容,被妈妈打了一顿。 谢霆锋说,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笑,要笑也要由心而发,也是因为这次抗议。 从此之后,谢家就再也没拍过这种全家福了。 13岁的谢霆锋,毛还没长期,就有杂志正经八百地对他做深度访问。 让他谈感情,谈家庭,谈事业发展,让他非常无奈。 这一切,并不是谢霆锋的思想有多成熟,媒体看中了只是他家人的名气,借机拿他来炒作画题而已。 在父母一婚前,家里已经出现了不和的声音,父母经常吵架,加上谢霆锋到了叛逆期的年纪。 心里总有一些情绪要发泄,因此他才喜欢上了音乐。 14岁这一年,他花了99美元,买了一套二手的鼓。 他发现打鼓既可以发泄情绪,又不会伤害到别人,慢慢才爱上了音乐。 之后妈妈迪波拉发现谢霆锋喜欢音乐,才带他去拜师戴斯聪学音乐。 成为王妃的师弟,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香港演唱会支付张耀荣药邀约登台演唱。 很多唱片公司发现谢霆锋有唱歌天赋,纷纷想要你跟他合作,但都被谢霆以儿子年纪小为由拒绝了。 1995年,15岁的谢霆锋跑去日本东京音乐学院去进修音乐,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歌曲,《估计错误》。 章百芝的家庭关系也很复杂,章百芝的妈妈带沙利是中英混却。 在嫁给章仁勇之前,已经结过一次婚,还生有一个女儿。 两人结婚后,生下章百芝和两个弟弟,但关系一直很糟糕,经常吵架。 9岁那年,父母将章百芝和弟弟叫到跟前,对她说。 我们准备离婚了,章百芝并不意外,甚至表示赞成。 她从小就知道,父母在一起不幸福,还不如离婚算了。 章百芝作为家里的大借大,小时候为了保护弟弟。 没少跟人打架,从小就练就了一副倔强的性格。 加上她的老爸又是江湖中人,染上江湖习气也是在所难免。 后来章百芝在读书期间,也早早出去做兼职,被星探挖掘。 街拍了一支柠檬茶广告,正式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别看章百芝长相清纯,号称玉女掌门人,出道之后,有人拍到她在夜店戳烟,豪放热舞的照片。 玉女人设业随之帮她,但是对于这样的人设征她。 张百芝一点都不关心,反而很淡定地说,我根本就是出烟的人。 我根本就是喝酒的人,我也不介意别人怎么看。 所以后来出演周星时,《喜剧之王》里的柳飘飘,也算是本色出演。 出道之后,她也顺理承张兼负弃供养家人的责任,在《鹿玉有约》的采访里。 她曾提到自己一个人要供三个房子,十台车子,所以钱也是蛮重要的。 三,早早就赚钱养家。 1996年,谢贤炒楼做生意,因为金融危机,亏了一千多万。 这一年,谢霆锋刚好16岁,从日本进修回来。 歌唱得不错,谢贤把谢霆锋签给了英皇阳寿城。 而且一千就是一零年,相当于把谢霆锋卖了还债。 16岁乳行赚取自己的第一块钱,也是希望帮补家庭,刚租到的前几年。 她起步并不容易,很多人都认为她没什么本事。 之所以能顾登台唱歌,都是靠她的明星父母。 当主持人介绍到有请谢霆,名字还没念完,马上就跑开了,因为台下全是一片虚声。 甚至有不少人朝她扔营光棒,滚回学校去吧,皮子。 谢霆锋很无奈,也很委屈,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要这样对待我。 这就是人性,自己的不到,就极度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但是,谢霆锋不甘心,别人越说她不行,说她是拼爹的。 她越想证明自己,尽管她在台上很紧张,手脚发抖。 她仍坚持把歌唱完,一边唱歌,一边闪躲台下扔向她的荧光棒。 1997年,17岁的谢霆锋,参演第一部电影《星骨获子之少年鸡斗篇》。 最早饰演少年陈浩南一角,斩获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当时拍电影。 谢霆锋的脚踝意外受伤,骨头都露出来了,导演建议她停拍去医院。 但是谢霆锋坚持拍完,她对导演说,这是她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她不想让别人说是半途而废的人。 即使我今天要是死了,我对我自己说的话负责。 当时找龙虎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一个小时用酒精削一次读,袜子都变成了红色。 那时候的谢霆锋就是这样倔强,所以当她获奖时,就有电影界的前辈酒过去拍拍她的肩膀。 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对她说,你的事迹我们都听说了。 后来谢霆锋拍戏更拼命,很多危险的动作戏,坚持不用替身。 就这样,谢霆锋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坚持,早早就实现了经济独立。 她说出道前几年,一直被喝倒彩,直到20岁,她才赢得台下观众的掌声。 也在这个年纪,妹妹上学的费用,也都是她供的。 4. 年少成名 相比之下,张柏芝的出道之路,要比谢霆锋容易多了。 1999年,谢霆锋第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横空出世。 一举获得台湾唱片销量榜冠军,正版总销量超100万张。 就在前一年,张柏芝被周星驰发掘,出演了《喜剧之王》里的柳飘飘一角,出道集巅峰。 不但获得香港电影金香奖最佳新人奖提名,还拿下了当年的香港票房年度冠军。 同年,张柏芝和日刃嫌妻出演《爱情文艺》一篇《心远》,饰演一个清纯柔美的女护士。 获得玉女掌门人称号,成为无数香港人心中的初恋女女神。 她演唱的主题曲《心与心远》,也在歌坛中引起了轰动。 2000年3月,媒体拍到王妃谢霆锋在《987密照》《风飞恋》开始曝光。 这期间,谢霆锋和张柏芝一起出演了徐克兼致的电影《老夫子》,两人终于迎来了世纪大融合。 两人的经历如此相似,相信他们见面的那一刻。 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多年后,张柏芝透露心迹。 看着谢霆锋的背影,就爱上她了,一直爱到现在。 后来,张柏芝出车祸,造成第十二节锥骨碎裂,差点残疾。 谢霆锋不顾王妃反对,毫不避嫌递去医院看望张柏芝。 张柏芝声欲复出时,出席谢霆锋音乐会,围棋站台。 还唱了谢霆锋之前为她写的歌《温泽道劝》。 为此,王妃还和谢霆锋吵过甲。 后来,被谢霆锋伤透心的王妃,嫁给了李亚鹏。 谢霆锋娶了张柏芝,燕照门事件出来之后。 谢霆锋第一个站出来力挺张柏芝,表示可以接受张柏芝的过去。 直到2012年,谢霆锋与张柏芝才结束持续6年的婚姻。 纵观两人的成长经历,是和其的相似。 王妃是谢霆锋的白月光,而张柏芝则成了朱沙智,久而久之。 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仍然是床前明月光。 如果谢霆锋娶了王妃,白的就变成了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就变成了心口上的一颗珠沙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